你是不是只知道透明水彩 但不知道不透明水彩的魅力呢? 還是即使知道這項美材 卻很少看過用不透明水彩完成的作品呢? 又或者很好奇不透明水彩畫起來的方式 跟透明水彩有什麼差異呢?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非常適合你喔! Hi 大家好 我是Gina 又到了吉娜的手繪課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用不透明水彩畫出懷舊復古的雜貨店 新年廉價跟過去 已經開始恢復正常上班的大家 我相信應該都跟我一樣非常忙碌 但我在新年期間的確也沒有閒著 持續在家創作今年預計出版的插畫書 尋找紅髮安妮 常常收看我的頻道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平常分享的手繪教學影片 大部分都是色籤筆技法為主 色籤筆也算是我目前最熟練的手繪工具 但我個人其實是一個非常不礙於現狀的人 覺得心塑化也算是我個人的手繪作品級 應該除了色籤筆之外 還有更適合且更挑戰的創作媒材 於是在創作這本書之前 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在網路上研究各種的手繪媒材 慢慢的發現自己最喜歡的工具 除了學生時代非常喜歡的油畫之外 大概就是不透明水彩 我漸漸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風格 就是不透明水彩創作的作品 確定自己就是喜歡這種飽和 類似油畫的效果 但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用過不透明水彩 有用過的大概就是比較類似 也較為普及常見的壓克力顏料 或者是廣告的顏料 但其實三者之間還是有些許差異的 於是我就在youtube 找了非常多不透明水彩教學的影片 從頭開始學習 你們看我也是會看youtube影片學畫畫的喔 而這裡呢我想要藉此機會啊 跟大家介紹一位我非常喜歡的 美國近代的插畫家 James Gurney Hi Mr. Gurney If you are watching this video I hope you don't mind share your channel here 那之所以在這裡介紹James Gurney 是因為他是啟發我使用不透明水彩創作的主音 那我覺得呢 他是我至今看過這麼多畫畫youtuber裡頭 擁有最純熟的畫技 且樂於分享大師等級的專業畫家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熱愛畫畫的人 那看他的作品呢 真讓我深受感動 也因此購買他的書籍 那三不五時呢 就會拿出來翻一翻找尋靈感 那我也因此呢 在這段創作期間啊 看了他非常多youtube的影片 也因為常常收看James Gurney的youtube頻道 讓我對他愛用的不透明水彩呢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雖然呢我個人完全還不能稱得上專業 但非常享受其中的創作過程 而且我發現呢 在台灣或是youtube的中文頻道裡面 其實非常少人分享不透明水彩的技法 或許我之後的手繪教學影片呢 可以不定時穿插不透明水彩的教學 可以幫助有興趣多了解不透明水彩的觀眾 也請你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而如果你想要看我如何完成這幅復古早貨店的作品 又或者很好奇不透明水彩的作畫順序 以及輔助的工具 那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這裡呢 依舊先請你準備好手繪工具 今天所使用的工具是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用的日本好兵專家級的不透明水彩 那我自己覺得呢 好兵不透明水彩 相較於其他品牌的專家級不透明水彩顏料 價格來說呢算是比較親民 使用不透明水彩的話呢 我就不是使用平常透明水彩的鋁製調色盤 而是這種可以完全密封的保濕型調色盤 你可以把顏料擠在一格一格裡面 再沾取到附加的調色盤上面加水調色 即使是攜帶外出的也不會非常佔空間 那如果顏料乾掉了呢也沒有關係 可以在表面上噴水之後呢即可繼續使用 房間呢應該還有其他更多更大的選擇 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啊 再去尋找合適的尺寸 至於筆刷的選擇 我除了使用馬可威的尼龍拼頭筆 以及這一款加大品牌的鞋頭筆 另外準備的是我最近個人的新頭號 西班牙鼻皇Escoda的仿雕毛旅行水彩筆的6號跟12號 那紙張部分呢 我曾經使用的是慣用的牛皮紙板 但幾經嘗試之後 我發現還是比較厚實的重磅數的水彩紙張比較適合我 於是呢我選用的是法國Archis的水彩紙 那順道一提的是 Archis水彩紙真的不是非常便宜 因為疫情影響啊 全球的物價調漲 美術工具材料也不例外 現在一張4開的Archis已經要價近百元的台幣 那我自己呢會採切成我需要的16開或是8開的大小 但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樣 繪製的是需要出版印刷 甚至有可能販售的插畫作品 那單純只是練習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其他比較便宜的紙張 另外呢我還會準備輔助使用的有 瑞士卡達專家級水性色鉗筆以及一把紙齒 那每週使用的工具的型號啊色號 我都會列在影片下方描述欄裡面 那工具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來開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右下角訂閱我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記得選全部的內容 你的訂閱支持就是有持續創作影片的最大動力喔 我今天要示範的場景 是2019年在加拿大多很多近郊的 Westfield古蹟文化村裡頭的雜貨店場景 我是按照這張在現場拍攝的照片進行淋模 照片呢會放在左下方 或是畫面某個角落 大家可以自己對照參考 一開始呢我會先打好底色 而不急著先上好草稿線 我覺得打底色啊很療癒也很自由 沒有一定要打什麼顏色 但我個人呢會習慣按照照片的整體光影變化 去進行最大塊面積的打底 等到打完底色之後 我會使用隨性色鉗筆打草稿 這樣應該就可以知道我為什麼會先打底 再回頭打草稿了吧 這也是James Gurney教我的 他常常先打好一層底色之後 再用隨性色鉗筆打草稿 進而進行上色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方法呢真的很像油畫 也很像是我畫色鉗筆的時候 慣用油底色紙張一樣 有一個基底顏色之後 你後續要做的呢就是深的加深 淺的提亮 而不是從零純白色開始 進而可以創作出比較有深度 且飽和的作品 那這裡來聊聊這本書目前的進度好了 我的這本新書尋找紅髮安妮 內容是關於我在2019年的時候 跟姐姐一起完成加拿大影集 親友家人影迷朝聖之旅後 決定親手繪製完成的插畫攻略書 除了走訪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拍攝場景 也親自走訪小說發原地 加拿大最小的省份愛德華王之島 那前面提到的這個雜貨店場景 是位於加拿大多倫多近郊 Westfield的古蹟文化村 那如果你是頭號粉絲的話 或許呢可以認得出來 這場景就是影集裡頭 馬修為愛妮購買澎沫秀洋裝的雜貨店 這本書呢是我個人的第一本插畫創作 也是我繼第一本書 在印度我的名詞是火者之後 隔了四年再推出的第二本個人書籍創作 那有別於呢 上一本是以文字與照片的方式呈現 這次運用的插畫手法啊 是完全全新的嘗試 但我也從中學習了非常多 我也是為了要創作這一本書 而撿回從復興美工畢業後 二十年來沒有好好發揮的手繪技法 還因此誤打誤裝變成了手繪老師 YouTuber也在期間考上了英文領隊 因為呢我想要在疫情之後啊 帶更多影迷去阿德華王子到朝聖 所以呢我自己也非常期待這本書的問世 這本書呢至今進行了約莫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其實原本去年底啊就預備出版 但因為和影片的製作公司呢 有一點版權上的小摩擦 於是啊決定延後半年再推出 那重新思考這本書的架構之後呢 再繼續進行 雖然中間過程呢的確有點不開心 也有至少已經畫好二十張的作品啊 不能放到插畫書裡頭 但也因為如此 讓我重新更加磨練了我的畫技 現在想想呢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 反而讓我更喜歡現在的成果 那也因為在這一年累積一點經驗之後 於是新書的插畫裡頭 有一半以上的畫作呢 都是使用不透明水彩創作的 當然也有搭配色鉗筆、粉彩色鉗等工具交叉使用 但是不透明水彩在台灣來說啊 沒有透明水彩來的普及 知名度也不高 價格來說呢 也比透明水彩稍微高一點點 但在國外啊 其實是非常常見且深受歡迎的插畫工具 有非常多插畫書 甚至手繪的動畫作品 都是使用不透明水彩所繪製而成的 我自己非常喜歡它可以重複疊色 快乾 而且不會有塑膠感的特性 並且可以畫出非常類似油畫的效果 我之前呢曾經提過很多次 就讀複星美工的時候 油畫呢是我個人最喜歡的美材 但礙於創作非常耗時 且不易乾燥 而且呢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碰油畫了 於是呢我很開心能夠找到取代的不透明水彩 那我覺得兩者做畫的方法啊 其實非常類似 只是一個加油做畫 一個呢則是加水做畫 那我都非常喜歡 所以今後呢也會陸續分享不透明水彩的技法 也希望藉由影片的分享 以及新書的創作 陸續呢跟大家分享有關不透明水彩的教學 那如果你有興趣看更多關於不透明水彩的影片 也請你留言告訴我喔 我個人認為呢不透明水彩的使用方式啊 其實跟水彩有點像 那除了顏料之外 最大的作畫美材啊就是水 但我覺得不透明水彩很酷的一點就是 你可以依照每個場景、局部、細節 去調整自己的水分要多、要少 進而做出不同的層次效果 所以呢你可以畫出非常輕薄 帶有透明水彩能做出的透明感 又能夠做出像是油畫、壓克力一樣厚實 具有厚度的質感 但我覺得呢作畫順序來說 不透明水彩呢就比較像是油畫 要從比較深色 又或者是比較後面的背景開始進行 從大局部畫到細節 由鬆到緊 一層一層的堆疊 如果你是習慣透明水彩的人 你一開始接觸不同明水彩的時候 一定呢會很不習慣 一開始畫起來的時候啊都不知道在畫什麼 但其實呢這就是不透明水彩的奧秘 你會隨著層次的進行 有點像是電腦Photoshop的原理一樣 慢慢的耐心堆疊之後 就能夠看出整體的構造和局部的細節了 等到慢慢的耐心做出每個大面積局部的明暗層次 再去刻畫畫面上的細節 例如家具造型 質感紋理 擺飾小物等等 你會發現 不透明水彩呢真的比起透明水彩來說 創作呢更為自由 可以從淺畫到深 但也可以從深啊疊回到淺色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美感 隨時調整想要的明暗層次 而不是像透明水彩一樣 你可能要先畫好某個部分的局部 否則之後等乾之後呢就來不及上色了 這也是我很喜歡不透明水彩 GUASH的主因 畫起來呢比較沒有壓力之外 你還可以運用不同的工具 像是我很慣用的色鉗筆 或是粉彩筆 去修飾一些極為細小的線條 或是做出難用筆刷製作的光影 以及斑駁的質感 甚至可以做出非常厚實 且具有肌理的效果 比較起來呢 透明水彩呢屬於比較輕薄的畫風 而我自己呢不管在使用油畫 色鉗筆或是不透明水彩 都比較喜歡飽和 甚至帶有一點立體肌理的效果 能夠看出來畫面上有著一點凹凸 彷彿身立其境的真實感 是我最喜歡且最追求的目標 那不透明水彩呢都幫我做到了 也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啊 等待乾燥 準備的媒介工具呢也相當容易取得 那也沒有油畫的特殊味道 我很慶幸呢自己因為創作這本書 而讓我發現了這麼深得我心的創作媒材 也希望藉由這本書的創作啊 累積了持續的練習 希望能夠純熟駕馭這個在台灣不是非常常見 但我個人非常推薦的創作手繪工具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這張作品呢到這裡差不多算是完成了 但我自己啊通常習慣會等待一陣子之後再回頭檢視 看哪裡還有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會比較客觀之餘也比較不會有視覺的疲乏 總之呢最後的成品呢會在我今年預計出版的新書上面呈現 希望接時大家都能購買支持喔 那創作過程呢都會放在我的手繪IG帳號上面 那我在現實動態裡面呢常常會分享手繪工具 或者是正在進行的畫作的過程 那有興趣知道的觀眾一定要去追蹤我的IG帳號 那如果對影片內容呢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特別想要看的內容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處留言給我 那你的留言呢都是我日後拍攝影片的靈感參考 我也會盡可能回答大家的問題啊或者是感想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便想給我一點鼓勵 也請你多按讚留言或者是分享 讓影片觸及到更多的人 也歡迎你加入我臉書粉專吉娜吉普賽 或者是我新書主題的臉書社團 也可以追蹤我三個不同主題的IG帳號 一個呢是關於旅行寫槓生活 一個呢是關於手繪畫畫以及手帳記錄 那一個呢則是新書創作的分享 歡迎三個帳號都追蹤都支持喔 另外呢我頻道裡面非常多適合初學者的手繪課程 你都可以在吉娜的手繪課系列影片裡頭 看到更多相關的教學影片 畫畫是你自己的事不用跟別人比較 你畫的開心最重要 請記得訂閱我頻道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吉娜的手繪課我們下堂課見 掰掰